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通各种汽车修理 两点一线的工作已经成为了小异的日常 但看似普通的小异也拥有着自己的梦想 中午两点 车间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吃饭休息 小异却在车间的角落练着低头 而今天对小异来说尤为特别 因为今晚他将参加一场大型的音乐比赛 他坚信有梦想谁都可以拥有更大的舞台 一结束工作小异就前往比赛场馆 此时距离演出还有一个小时 小异依旧分秒必争的在练习 他盼望着取得一份令家人和自己骄傲的成绩 现场传来对骂喊声让小异紧张与期待 梦想的舞台青春的汗水 一段精彩的演出 让担在台上的小异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也许梦想就是从此刻开始 燃烧自己青春的舞台 各位梦想创造人 目前点赞转发评论三大通道已经开启 我们将根据点赞转发评论量的总和 在下一周开启更多小异台前幕后的故事 他的梦想之路由你们一起点亮 下周开启更多小异台前幕后的连讨论 请不吝点赞转发评论量的感觉